音樂 阿妮馬 妮馬 啊 看到你們要講什麼 Oh my god 阿妮馬出眼 好可怕喔 好啦 老娘出眼就講這個樣子的 你們要退站 要取消订阅谁骗你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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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做美妆视频啊 美妆视频就是要四五天开始啊 我不是专业的 所以请一位专业人士不要抛风我好吗 我的用具真的是超级少超级少 我的笔大概只有两支吧 所以我都是用手指跟两支笔打天下这样子 OK 这次的美妆视频呢 我是跟其他几个YouTuber一起合作的 影片下方的资讯会写上 其他人的频道资讯 请去订阅他们哦 因为完圣节要到嘛 所以我们这次的题目呢 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的题目就是 迪士尼的反派VS 僵尸公主 到底哪一边会比较厉害呢 废话不多说我要开始化妆 我快受不了我素颜的样子 天呐我没有眉毛耶 幸好我有关影 好裸露 我这次选的主题呢是 上尸版的美人鱼 然后呢我这个妆我完全没有试过 只是在我头脑里面稍微想一下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最后会画出什么东西 我只是有一些想法而已 这样子 现在先戴隐形眼镜 我要戴的是这一款叫 Mikani Nagawa 然后是 Nadeshi Go Color 听说它的颜色非常的自然 好像没有很大的差别 真的还蛮自然的 另一只眼睛呢 因为我要做丧尸的版本 所以我另外一只眼睛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买的是这一款叫做 方姿的Cosplay 隐形眼镜 它是白色的 有点不舒服 好 现在是要上粉底啦 哦 终于可以上粉底了 我用的粉底是这一款Kate 再去城市就买得到了 因为我好吓人 我都用粉底遮瑕啦 上粉底 然后呢我想要把这边的眉毛给完全遮掉 用口红胶涂在眉毛上面 其实我本身也没有尝试过怎么把眉毛完全的遮掉 我只是稍微在网路上看了一下 最简单的方法他们就说是用口红胶 涂在眉毛上 然后 然后盖上粉底 这样子 再涂几层 有耶 好像有开始盖到了 这色彩好大 好像还蛮成功的耶 从萤幕上去看起来吧 平常东西说我没有眉毛加我看好了 这个叫有眉毛 这个才叫我没有眉毛好吗 还是有一点点遮不到 可能是口红胶不够厚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耶 我口红胶一直这样涂一张涂糖 会把上一层给刮下来 这面色差好大 这样看起来均匀一点 接下来是眉毛 美人鱼的眉毛是红色的 我先用一个比较深颜色的底好的 不用的眉粉也是Kate 我没有再帮他们打广告 我只是跟人家说我再用哪个牌子吧 我习惯我的眉头是比较浅色一点的 我们可以以自己的喜好调整 你的颜色 我画眉毛呢 都会顺便画一下 这个 顺便把鼻影给打出来 这样子 我全部都用眉粉啦 对 是比较浅色的 就是中间这个 比较浅色的 OK 有没有比较粒皮一点 鼻梁也比较直 因为鼻梁中间这个部分是比较脱的 所以我都会把它 上暗的颜色 让它变成比较直一点 用这个红色的 它是唇线笔 通常化妆品就是 嘴唇拿来用眼睛啊 眼睛拿来用鼻影啊 鼻影啊 去打 眉毛 总的对我来说 化妆品就是一堆颜色 然后随便我怎么用 所以真的 不要看我的化妆视频 你们会被教坏 然后上这个红色的 因为它本身是很亮的红色 然后我想要 这个眉毛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我就加一个巧克力色的底色 让它有点像酒红色的感觉 然后另一支眉毛呢 既然是上市版了 那我们就来画个 零零散散的 眉型好了 这支是Kate的眼线笔 嘿嘿 暂时先这样子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啊 嘿嘿嘿 我就是一个还没有动脑 就要先动手的人 我想要尝试一个东西 就是想要画 好像有一点零片的感觉的妆 我应该一开始就把这个套上去 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把我的妆给弄烂 不管了 反正是上市 大家好 是鱼花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 然后我要用的是这一款 来自 Lora Mercier 还是Lora Mercier Mercier 还是Mercier 我不知道怎么念 我先用点这个灰色的 对我就是用这种海绵 OK 老娘就是没有刷子好吗 接下来是这个蓝色 打出一个 好像是一个渐沉的效果 好现在要把这个漆袜拿掉了 看漆袜会有效果 好可怕 有耶 好帅喔 天哪 可以再用梦幻一点的颜色 我觉得 但是我没有是用梦幻的颜色 然后我的头套变成 一定很脏 我等一下还要戴头上 这一定要死 好接下来是眼妆 眼妆我一样是用这个 Lora Mesir的 眼影盘 我通常会先选一个 大地色系的 大概画一下眼睛的 怎么扩张 其实我也不会讲 我就是每天这样画 每天这样子画 我也不知道我画是对的还是错的 总之我就 随便 因为眼睛已经画一个比较 无神一点的好了 下眼线多一点 我常常出门就是一不小心 本来想画淡妆就画成一个大浓妆 所以我觉得我很适合做这样的饰品吧 就是用一些可能大家都买得到的一些化妆品 来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只是我可能会被专业的 是骂得要死 然后呢 我会用这个 BALM的腮红 这个腮红干嘛呢 画眼睛 对它很可爱 它是这样子打开的 像一本杂技 然后用手 我的万用 就这样子 在这个眼影的最外围这边 上红色的 它是带一点橘色的 腮红 然后它非常显色 你看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牌子 另一边也放一点好了 那个胶被我弄掉了 没关系啊 有一种 丧丝皮的感觉 然后我很适合左右不对称 我知道 因为我没有办法左右对称 既然都拿出腮红了 那顺便上下腮红好了 我知道腮红是最后上的 OK 但是我的顺序就是这么乱 你要不要看 随便你 上在这个地方 希望它不会被我弄掉 上在一边就好了 我在另一边是那个死人的颜色 OK 然后眼影还没有结束 我通常会在上一个更深颜色的 在最里面的地方 同样是用回这个LOLA Mesir的蓝色 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天啊 第一次在镜头面前这样子化妆 我觉得好不习惯哦 平常我化 我本身化妆就是已经贴在镜头上面画了 这次还要透过镜头 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边就只上下面就好了 让我眼神看起来更凶残的感觉 OK 接下来是眼线啦 啊 这边被丝袜割到了 好难哦 没有办法画出漂亮的弧度 太过难了 然后呢 因为我真的不会放假睫毛 所以呢 我今天也不会放假睫毛 下睫毛我也是用眼线笔画的 这只眼睛也稍微画一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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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画的烂眼没关系 这种很粗糙的感觉 再画个眼头好了 这样感觉 比较凶狠 这个眼线我就是故意画的比较 比较开刹的感觉 鼻子不够挺就是要打下鼻子 没办法 天生就一副扁平脸 我觉得我的鼻窝好深哦 然后接下来是嘴唇 它的嘴唇是一个大红唇 美人鱼是一个小骚后又红发又红唇 这样子一半好吗 再另一半我要放什么地方下 来个裸色好了 这只好久没用了 大概放了三年了吧 还可以用吗 会中毒吗 嘴唇好干哦 一直在脱皮耶 我觉得这个嘴唇好平面哦 我会画一下那个 韩国最新的咬唇妆好了 我是一个咬到嘴唇的丧尸女人眼 嗯 好像好一点 接下来是我想要在这边的脸上做一点效果 我用这个装月饼的透明的塑胶的容器 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啦 在这个有格子的地方 用白胶跟压克力填满 然后我想要做一个 好像鳞片这样子的东西 啊下来了 这是它的正面 就是 它是 就是白胶 然后 它有那个 嘖一格一格的感觉 我觉得撕这个好有满足感哦 items 而且超有彈性的 我打了大概 三個小時 在冷氣房裡面 它很快乾 我是把它剪成像零片的樣子 接下來要把他們粘到 my hair 這個是他們在淘寶上買的 一濾整化妝た這個 連膠 看不要再讓我的 кож allied 姐姐是靠臉吃飯的 它這個膠是白色的 但是它乾了之後就會變成透明的顏色 為什麼原理看起來好像滑花瓣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太成功 應該要畫跟膚色相片 要不然就是用藍綠色應該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少了一點血的顏色 不是有買的那一罐血漿 也是在淘寶上面買的 聽說它是可食用的血漿 還蠻香的 好像有一種草莓味道 這應該洗得掉吧 如果洗不掉我不是完蛋了 我好像越用越誇張了 好吧我已經不在乎洗不洗的掉了 我明天還要上班耶 我這樣真的好嗎 真的蠻香的 我根本就沒有學過特殊化妝耶 天啊 我今天又要被化妝師罵 又要被特殊化妝師罵 我的人生完蛋了 我youtuber的生涯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再見 這個聞起來真的還蠻香的耶 然後它說它是可食用的血漿 水蜜桃巧克力葡萄草莓芒果 聞起來像草莓還是水 草莓吧 我可以吃一口嗎 我吃一口好了 我吃一口好了 欸真的是甜甜的耶 我的牙齒都會染紅耶 才不錯耶 妝容大概算是這樣子吧 接下來是假髮囉 這點假髮 也是在淘寶買 我到底有什麼不是在淘寶買的 啊頭髮勾到傷口了 美人魚的髮型是有一點大波浪的 這瀏海 這樣子可以嗎 我覺得妝好像還有點不夠耶 OK 嗚呼 那頭髮好亂 欸 那個 美人魚頭上好像有一朵花耶 還是一個海星什麼東西 糟糕怎麼辦 嘖 拿我的古墨王耶 改一下吧 感覺還不錯 好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下方點喜歡 如果你訂閱我的話 隨時追蹤我的影片頻道 請大家去看我們其他的 觀聖節教學妝容和做影片 那會把他們的資料寫在影片下方 請你們去多多訂閱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